太帥啦 自己家就有改車廠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杰 鳳凰華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我們的油泵模擬器2 那我們現在錢已經來到了138000多了 天數是39天 應該快要升六星級 那我們今天應該會來大改建我們的超商 超商應該弄得完吧 我的錢應該是足夠的 升級該升的都升 然後貨的部分呢 其實我每次都叫了非常的多 那倉庫這邊呢也可以買櫃子 好讓更多收藏起來 這樣子我覺得叫貨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以儲備一些些啦 那我們今天就努力的來改造吧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檸檬樹 哇真的有的已經長大了 而且可以摘了我來看看 摘下來長一箱耶 哇11顆檸檬 先放旁邊好了 這邊的也可以了 然後還有觀眾跟我提到說 真的有灑水的設備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不用這樣自己 辛苦的這樣子灑水了 他們說是這個啊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以為這個是攝影機 因為它這個看起來像一個眼睛 沒想到它這個是裝在上面灑水的 沒關係先買好了先買 這個是倉庫的櫃子 應該可以買個七個吧 然後冰箱也再買一個 那觀眾說這個減速版也可以買一下 我的檸檬都被搬走了耶 那我們到底那一個 壓檸檬的到底有什麼功用呢 我來拿來看好了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到底要放在哪裡啊 欸我直接拿四顆就可以用了耶 哦原來是這樣子弄的哦 所以不管放在哪裡都可以耶 這樣就可以喝一個檸檬汁了嗎 哦原來是這樣哦 那我就直接用叫的就好了啊 不是嗎比較方便一點點 可以喝一下啊好自己喝 來了這個17個 應該是夠吧 耶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陸續多叫一點貨 待會他們應該就把這邊擺好 那比較常用的可以多叫一點點 減速版我們來裝一下 哦原來就裝在這邊哦 讓人家車子開過來要注意速度 不要撞到冷這樣子啊 每一個地方都有耶好多哦 連外面這裡一整排出口入口都是耶 這邊都裝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裝這個灑水系統 灑水在上面也是要有耶哦 因為這個是裝在地下的哦 哇酷耶 酷耶這樣就自己灑了 太帥啦 四個就可以了耶 我看一下這樣子是不是就會滿了 真的耶 那剩下的我們裝哪裡 裝教在上面好了 這個感覺比較會活摘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因為它下面其實有寫這個數量 就代表說你裝晃還差幾個這樣 就基本上你就可以都叫一叫了 我們把所有材料叫一叫 包括我們的廁所之類的哦 貨差不多都來了 先來裝這個 哦這個居然前面可以擺這個啊 完成 但有人會排隊嗎 感覺好像也沒有人在排隊 再來是架子 裡面還缺一個哦 這個都把它擺滿 這樣基本上全部都有了 然後我們把這邊來升級看看 這個還可以再升上去 150 變紅色的 沒了就這樣子哦 這邊要花不少錢了 這樣子看起來高級很多吧 而且我們的東西也越補越多了 帥啊 收銀機呢我們也多放個幾台吧 這樣子可以多請一些收費人員 這個我們倒是以前沒有想過 我以為只有一台而已耶 所以這邊也可以再用一個 這邊也可以再用 哦 可以有四個收銀櫃台哦 那我是不是要稍微換個人 加油員再FIRE一個好了 Manager FIRE一個好了 那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就全部把它改裝到好 我們再回來 等等見 好的 各位 我們全部 該買的 該裝的 裝好了 我們先從我們的辦公室看起 有沒有 呃 這些木板基本上你還是可以寫字的啦 有沒有 但是我懶得寫了 所以我就 裝一裝而已 然後裡面看到了沒 四組 三人座的沙發 然後旁邊還有這種小床 這個可以讓你在這邊睡覺 不一定要回家 然後這個可以選擇說要不要給員工使用 都是可以的 我都開放 然後冷氣裝了超多台 光冷氣好像買了二三十台油吧 哦 這就是我們辦公室的部分 然後給經理這樣子使用 再來看一下我們的洗車場的部分 然後這台我們上次還沒有升級 Air Machine 然後我剛剛也升級了 變成這種比較高級一點 然後攝影機啊 燈光啊 灑水器啊 這些都是有裝的 來看一下我們的超級市場 光外面啊 冰箱啊 又多了好幾個 垃圾桶也多了 然後攝影機呢 也大概買了三十幾台 全部都安裝上去 這邊居然還有個紅毯可以這樣走進來 哇 這就是我們的Super Rocky啊 這東西多了很多啊 光轎這邊應該花了十幾萬油 十幾二十萬油 就一直這樣陸續的叫 他們就陸續的呼 然後我們現在呢 已經來到了六星等級了 所以現在員工可以來到二十三個了 加油員請了八個 收音員請了四個 然後清潔的還是兩個 修車的一個 經理一個 洗車一個 然後倉儲六個 就大概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六星級教戰的配置 然後還有一個最特別的是 各位看一下電視 嘿嘿嘿 電視我們買了六台 都非常大台 而且這個可以放自己的YouTube 或是其他的YouTube都可以 就是我們上次拍那個 GTA偷測的部分 光這個超商裡面就有三台 酷吧 好 那我們在我們這邊看 這個廁所 廁所也燈啊 攝影器啊 都有裝了 椅子呢 也全部升級到最高級 然後這邊一樣有紅毯 進來了 哎呀 又是我的YouTube 呵呵呵呵 然後還有很多的畫 然後這邊看一下 洗手台全部都弄好了 然後洗手衣也全部都裝好了 這樣子 那馬桶這個我們上次就裝了 但是我覺得比較納悶的是 怎麼裡面會有這個監視器呢 對不對 超怪的啦 那外面還有這種 小心地滑的這個看板 那這邊就一模一樣 齁 一樣灑水器 燈 之類的 再往旁邊這裡來看 我們的倉庫 倉庫這邊呢 他們 不太會撿 齁 有時撿 有時不撿 可能現在都在忙著 幫我們的商店備貨 那這裡呢 就是有一部分已經放在這邊來了 然後原本這個是綠色的那個 看起來很像藏屍體的 現在把它升級之後 就變成這種 冬櫃了 齁 就大概長這樣 6個 好 再來往我們Arcade的地方 接機的地方 這邊也多了幾台這種糖果的 這裡也有電視 JPlay Game 這邊也有一台 齁 兩台 這樣子 冷氣也都裝了 燈也都裝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車店 齁 把車子買一買 然後開回去我們家 把家裡面呢 稍微整理一下 大裝潢 我記得我們家好像說裝潢是3萬塊嘛 對不對 齁 買一台GTR嗎 還是 科尼賽克 馬克尼賽克很帥耶 馬克尼賽克好 然後除了這邊喔 有新增了人家的二手車 不一樣的車種 相形的 看有沒有比較便宜 這個是烏魯斯耶 1萬7而已耶 不用跟他殺了 1萬7 OK 烏魯斯是我們的囉 從這邊開回去應該就可以開回去加油站了 其他這個地圖呢 就是這樣子 拼湊而來的 各位看著我們的六星級加油站呢 就這樣子非常的輝煌的作業 我們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把我們家裝潢起來吧 這應該是我們的最後一集了 差不多了啦 該蓋的都蓋完了 然後到了 我們車子先不要停進去 等一下應該有車庫可以讓我們停吧 來 直接升級了 3萬塊便宜啦 咚咚咚咚 哇 我超高級別墅耶 欸 啊這邊耶 這邊還有自己的這個 喔 改裝廠喔 這麼帥喔 我把我的車子開進去 看看可不可以改裝 你看這就是告訴我們 開加油站可以賺錢 欸可以耶 可以改顏色耶 黃黃的才好看啊 對不對 然後輪胎都可以換 看你想換什麼 尾翼也可以裝 哇 酷喔 還可以裝井燈喔 太帥了吧 然後前面的懸吊這個都可以改 好 950 太帥啦 自己家就有改車廠 那這個有辦法停進去嗎 這裡吧 這也是我們的車庫吧 沒錯耶 哇 買來家裡面放 然後把家裡佈置起來 這樣也是可以的 帥吧 就是我們的家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這一款油泡模擬器 大概就是先玩到這邊啦 如果說之後作者還有大幅度的更新 我們會再回來玩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差不多到這邊做一個終結了 感謝你們陪伴這個系列一直到這個時候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個遊戲再見 大家掰掰 二十五